男人被黑丝巾蒙住眼睛 在众人面前表演读心术 他精准地说出了助理随机拿出的东西 引来证明破坏 但一旁的金发女十分不屑 因为这点雕虫小技 实在入不了她的发言 她亲自上阵砸场子 将穿油手枪的黑袋子拿出 问她里面装有什么 男人第一次被揭穿 心想这节怎么来真的 只好摘下黑丝巾问她咋回事 金发女直言她在用暗语和助理交流 所以才会所谓的读心术 众人哗然 虚声四起 都等着看男人的好戏 谁能料到男人是老油条 只见她不慌不忙地说中了真相 这一反转实在精彩 就让整个场子彻底沸腾起来 小丑竟是金发女 男人要弥补回刚刚被砸的场子 不肯放过金发女 步步紧逼地说出了她的个人状况 金发女周围烟雾缭绕的 她一句话也不说 众人也清楚男人一语重地 紧接着 男人来到一个老头面前 不仅说中了她的基本情况 还说出她已经去世的儿子 老头一听这消息 又惊又喜 男人继续贴近她说 儿子就在她身边 老头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没想到男人这么深 然而下一年 男人就突然倒地不起 似乎是因为通灵后法术耗尽 助理和旁人赶忙扶起她 感受到聚光灯的照耀 男人又醒了过来 她听到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下没有人会质疑她了 等到众人散去 老头单独面见男人 她是当地的权贵 并愿意一致千金 让男人召唤去世的儿子 那位砸场子的金发女 也来到老头身边 说明自己是她的心理医生 面对非常可观的报酬 男人欣然答应下来 第二天 男人并没有直接去找老头 反而登门拜访了金发女 她不多废话 问男人是如何知道 自己拿着手枪的 男人倒也坦诚说出了 自己观察入微 见微知著的本领 金发女认为这也是种过人的能力 深感赞赏 不过男人来并非为了炫耀自己 而是来和金发女做个交易的 金发女身为老头的心理医生 自然掌握很多当地权贵的秘密 如果能得到这些信息差 男人将大赚一笔 二人五五开 金发女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买卖 二人握手达成协议 接着男人又来到了老头家中 她开始有模有样地施展法术 在老妇人面前装神弄鬼 听到去世的儿子如何思念自己 老妇人深信不疑 就这样 男人和金发女合作赚到了第一桶金 一位富豪听闻男人有法术 便召唤他来自己家中 男人知道富豪不是好忽悠的 在全身上下都被保镖搜了一遍后 男人见到了这个多疑的富豪 就在这时 保镖又推来了一台测谎仪 看来富豪怀疑他说话的真实性 男人开始变得慌张 他问富豪 假如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会怎么办 虽然富豪只是说试试看 但保镖投来了意味深长的目光 就能说明撒谎不会有好下场 富豪随机提问 让男人回答 他顺利通过了几次问答 直到被问到他是否可以通理 男人肯定的答复让测谎仪发出警报 眼看就要完蛋 男人赶紧晚尊 开始套用之前金发女告诉她的信息 随着男人的滔滔不绝 测谎仪也逐渐平静下来 原来说谎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自己都骗了 随着男人的野心和欲望越来越大 他开始不满足于金发女提供的信息 但金发女认为风险变大 担心自身难保 因此不打算再透露消息 男人便偷偷摸摸 把金发女保险箱的钥匙偷到手 自己复刻一份后归还 当男人找到了富豪的秘密档案 他了解到富豪有个去世的白月光 每当富豪思念白月光时 就会来到灵源中寄托思念 男人也利用富豪的思念 假意来到灵源中施展法术 充当富豪与白月光的媒介 这样一场法术下来 男人都能拿到丰厚的报酬 不过好景不长 富豪的思念越来越深 他提出要让白月光出来和他见一面 哪怕花光所有的积蓄 但是男人如果无法办到 他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面对架在脖子上的刀 男人却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精妙的计划 那就是让他的助理假扮成白月光 因为早在男人翻阅秘密档案时 他就发现助理和白月光神似 乔装打扮后在远处看 是根本无法辨认真假的 当富豪约定好的时间到来 男人和助理乘着夜色到达地点 首先 男人将富豪身边的保镖支开 这样如果富豪出现应激反应 男人的安全也不会很快受到威胁 接着 男人带着富豪来到了陵园中 这天晚上正下着雪 陵园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显得空荡又寂寥 富豪的思念过切 极不可耐地要男人施展法术 不过男人表现得很从容 他让富豪先闭上眼睛做祷告 只有这样虔诚的心灵 才能真正召唤白月光 富豪听话地开始祷告 男人听着听着却神色一变 原来富豪曾做过这样残忍的事 在白月光去世后 他无法承受这份痛苦与空虚 经常会找来无辜少女残杀 但这样的恶魔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正当富豪忏悔完 远处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人 正是乔装打扮后的助理 她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一动不动地助力着 男人将富豪带到助理面前 让他继续忏悔 见到了白月光的富豪 哪里管得了这些 他一把推开了男人 静止走到助理面前 就紧紧抱住了他 又慢慢跪了下来 意识到自己受骗了的富豪绰其着 反手就打了助理一巴掌 随后大声叫唤保镖 男人也反应过来 他开始挥拳狂揍富豪 可怜的富豪根本就无力还手 保镖纹身而来 男人知道大事不妙 36G走为上级 直接冲向车子就要开走 追踪他的保镖被车子撞飞 男人却担心留下后患 再一次地碾压了保镖 就这样 男人带着助理逃之夭夭 正当男人停下车来 这窗杂的粉色 以伪装出遭到盗窃的假象时 助理眼中的神色变得绝望 他既是男人的妻子 又是他落魄时在马戏团就结识的助理 一路以来 男人的心境浮躁了很多 只想着行骗赚大钱 已经被谎言和钱财迷失了心智 他不愿意再跟着这个膨胀的男人 他狠狠地扇了男人一巴掌 就不再回头地离开了他 男人来不及品尝失恋的苦楚 就来到了金发女家中 他把合作赚过的钱放进保险箱中 男人带上保险箱就要离开 却听到了女人开口说道 I do love you Stan 这句话实在蹊跷 因为男人从未问过金发女 是否爱她 但男人早已在与金发女合作中 慢慢陷入了感情的漩涡 金发女这样突兀地表达爱意 只能够说明一点 那就是男人从未真正地操控全局 金发女才是一直在布局操控她的人 男人所有的诡计与骗局 都被金发女尽收眼底 男人听出了话语的弦外之音 赶紧将保险箱打开 却发现里面全都是一员的钞票 此时金发女在一旁镇定自若 斜眼看着惊慌失措的男人 男人才明白自己入了圈套 金发女的诚服很深 从最初在男人表演独心术时砸场 就在算计男人是否是可用之才 金发女刚说完 就举起枪把男人打残 并拨通了电话呼救 企图伪造出男人来劫财的表现 眼看自己走投无路 男人将旁边的电话线勒住金发女 临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不够保镖来得很快 男人只能落荒而逃 在夜色中他奔上一辆急尺的火车 保住一条小命 这节车厢中堆满了鸡笼 臭气熏天 但男人只能僵脚 在逃亡的日子里成为一个流浪汉 穷困潦倒 疯狂酗酒酒 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男人不得不变卖家产 把最后一块值钱的手表也点当出去 当他来到一家马戏团谋求生计 他想起早年自己落魄时 在马戏团看到的表演 流浪汉会表演生吃活鸡的场面 这是因为老板会在酒里下药 让流浪汉对此上瘾 当老板为他珍满酒 他已经知道里面加了什么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一口闷 他苦笑着 似乎在回顾从前 第一次学习通灵术的惊奇 和助理妻子一起赚大钱 在金发女家中密谋计划 为富豪假意召唤白月光 种种从前结成恶果 他终究要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代价 没有真正与野心相称的实力 只会坑蒙拐骗 男人在魅良心的路上越走越偏 内心无数的黑洞也越来越深 让多少人把谎言信以为真 江生的希望寄托到下一世 男人的眼中含着泪 他已经接受了命运 如此凄惨的安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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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